NASA 太空发射系统和连户座飞船将一起到来,据外媒BGR报道,任何梦想着看到人类前往火星的人都会很高兴听到美国宇航局NASA刚刚提供, 了有关航天气进展的详细最新信息。 根据NASA的说法,太空发射系统SLS火箭和连户座飞船将一起到来,NASA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表, 改机构预计实际上会看到这两艘航天气向天空前进,并计划于2020年进行无人试飞,并计划在2023年前进行月球载人飞行任务。 最近几周,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SpaceX和NASA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上,随着载人龙飞船太空船的成功巴射, 与国际空间站的成功对接和见落,加剧了NASA拥有自己的载人发射系统,准备进行载人飞行测试的预期。 在圆龙飞船与波音公司的STARLAB一起,将使NASA能够随时将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, 但该机构的升空野心,需要更强大的东西。 这就是太空发射系统SLS的用意之地。 太空发射系统,是太空旅行的巨大赌注,巨大的运载火箭,将让NASA有能力,将在远飞行任务送回月球,最终前往其他星球。 预计将于6月进行的测试,将使列护作机组人员的安全措施贯穿其中。 发射中置系统用于发生火箭严重故障时,将太空舱推离某些恶运,并使其安全返回地球。 测试将不包或SLS火箭,但使列护作将被固定的一个助推器,将其发送到310000英尺高空, 以便工程师可以确保中置系统在负责下按预期运行。 与此同时,SLS仍处于建设阶段,工程师目前正在构建结构和适配器,使其能够紧密贴合在一起。 而NASA似乎有信心这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任务,正往良好状态发展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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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